前年7月1日,民陣申請遊行首次被拒 大批市民上街,25歲有自閉症外賣員蘇豪傑 涉於銅鑼灣時代廣場外明知而參與美京批准集結 於沙田裁判法院經審訊後裁定罪成囚13個月 裁判官彭亮亭指,案發於回歸紀念日 有約500人佔據羅素街行人路及行車線 彭官同意辯方指,案發時羅素街沒有示威者使用暴力 但絕不同意沒有暴力,等同社會安寧沒有被破壞 彭官指,當時有蒙面示威者在廣場的大屏幕下站台 有人叫喊鼓吹港獨口號,煽惑他人訓練國家 也有人叫喊抵毀侮辱警方的口號,煽動仇恨警隊 有人情緒高漲,案例顯示場面有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因此屬家刑因素,判監是唯一選擇 彭官指,有片段拍到被告舉遮 認為被告不止參與其中,更反映被告支持行動 彭官拒絕應辯方要求索取社福令報告 因示威人士破壞社會安寧,亦有仇視特區政府的意思 判處社福令有違上訴停量刑原則,25個月為量刑起點 考慮到被告沒有案底和其身體狀況著情扣減2個月 判囚13個月